狮子们正躺在草地上休息 就在这时 一头大象出现在它们的视线中 这可让它们兴奋不已 虽然大象体积庞大 狩猎比较困难 可对于鸡肠鹿鹿的狮子们来说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何况这个大象还是孤身一象 只要它们团结拿下这头大象 还是有机会的 不过狮子们也没有贸然行动 它们埋伏在枯草里 等着最佳的偷袭机会 此时的大象仍旧继续在草原上走着 悠闲自在地吃着食物 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因体型上的强大优势 在草原上向来没有什么天敌 所以大象才敢这么 死无忌惮地在草原上晃的 狮子们就这样等了好长时间 也没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 这时熊狮首当其冲 站起身来 怒吼一声宣誓一番 拿自己当幼儿 试图将它引到狮群埋伏地 刚开始这个方法还挺奏效 大象跟在熊狮后面走了一会 可还没走上两部大象又停了下来 自顾自地吃起草来 熊狮见计划没成功 又趴了下去对着大象怒吼一番 没想到这狮子竟敢公然挑衅自己 大象被狮子的这一举动彻底地激怒了 看来大象不发威 还真把他当病猫了 大象怒气冲冲地朝着狮子的方向走去 狮子们见大象发怒 顿时害怕起来起身就跑 以为大象会就此止住脚步 谁料大象又快速地冲向它们 吓得狮子们四处逃窜 原本它们准备拿下这头大象的 谁知却被大象先发指人 不过这群狮子也挺聪明的 知道及时止损 要是真的跟大象硬刚绝对不是他的对手